观众朋友们,让我们来屏住呼吸,一起来关注这瞬间即失的13秒钟。 出发了,快速攻击一个篮,我是伤势领先,刘翔属于第三位,刘翔按照自己的节奏在往前赶,刘翔加速,刘翔加速,加速,拼了,赢了,刘翔是第三冠军,第一个男子是第三冠军, 刘翔,刘翔撞到了第九道基地,第九道有怎么样,刘翔中国的骄傲,荣耀亚洲, 如果田径比赛也有名人堂的话,虽然刘翔非常的年轻,但以他及奥运会冠军,制锦赛冠军和世界季度保持者, 为一身的这样的一个成就,他在目前这个项目上,从历史上来看,他可以排在第一位。 12秒95,刘翔获得冠军的成绩,打开了13秒。 此时此刻,我们感觉到祖国离我们是如此的近,刘翔加速,中国加速。 ,刘翔获得冠军。 。